李白的诗 如山水泼墨 不拘行事 醉意与自然同在 杜甫的诗 回味如陈年佳酿 生辰与天下同碑 而王为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宁静如酒 越品越香 在这片土地上 诗与画 如两条交汇的溪流流淌千年 滋养着国人心灵 从屈原的黎骚 到杜甫的登岳阳楼 从李白的剑气诗魂 到苏氏的千秋江湖 他们行走过的每一寸山河 今日将画作我的画中景 墨色与诗运交汇 渲染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敬意 屈原曾写下 路漫漫其修远西 吾江上下而求索 杜甫 曾站在岳阳楼下 吾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苏氏曾写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今日 我只想与这些不朽的诗魂对话 每一城不只是为了读懂这些诗人 更是为了用我的方式 重拾他们的灵魂 用镜头捕捉 用画笔致敬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这是一段向经典致敬的旅程 不只是诗 不只是画 更是我心中对那份文化的深深敬意 跟随我 用画笔记录经典 用镜头留存永恒 尽你心中的那份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